童子们 今天是拿着手机拍的 今天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干净 给它充满电 挑点坚果 这小猫在等着吃的呢 妈妈给你啊 刚才给它饭盆给洗了 给它洗干净了 来 过来吃吧 吃的水都有 大家看看今天又是吃的鸡油菌 当季嘛 今年鸡油菌又便宜 赶紧多吃一点 因为鸡油菌它是四大明君之一 大家可以在国内也有 我们云南啥蘑菇没有 啥都有 看这个是豆角 炖这个肉 鸡油菌炒的时候 我这里头有大蒜 切成了小末 小碎丁 然后还有葱 给它用油锅炒个香 然后呢 现在这时候呢 炒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倒入 洗好的鸡油菌 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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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又大 而且它是干干的 不是那种湿搭搭的 湿搭搭搭 我以前想看 它是按重量量的 咱不是按个的 所以说 轻嘛 这样子的话就多一点 这是两盒 一盒200克 去掉一些脏的 还有一些烂掉的 反正两盒差不多有400克吧 一定要给它多炒一炒才香 吃晚饭了 然后人家再看东西 我应该来抽他两巴掌 你们觉得呢 开玩笑 我这么文明的人 我能动手打人吗 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这个人品啊 对不对 看今天吃的什么啊 很多人会认为 在国外吃不到 你喜欢的东西 哎呀 人到哪里都能活得了 你想吃什么 你就做什么呗 肉啊 跟豆角 然后这个是鸡油菇 放了甜椒 大葱 对付的也那一顿 没有说国内吃不着 国内的海鲜吃不着呀 火锅呀 像海底捞的火锅吃不着 哎呀 回国不就吃早了吗 嗯 其实我们家没有就是说像那种就是说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挺好 我们就是正常吃嘛 以前还会经常去饭店 现在就是物价涨了之后啊 几乎都是在家里做饭 嗯 因为挣钱也不容易是吧 你说一天星期五五挣的钱 一顿饭给吃掉了 你何必呢 挣一天的钱送给饭店了 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头多做几顿 我家大闺女回来了 他们实习的时候是不能做的 不能做的时候累死了 他说五个小时他就把他累成这样 看这个猫他又往那一措 刚吃完东西 干嘛呢 一说他他还不乐意的 哎呀他屁股想对着我呢 你听懂我说什么了吗 他今后就遥远了吧 你看你看看你姐吃的 我闺女下个星期天是吧 嗯 下个星期天就飞了 下个星期四 下个星期四就回国了 妈呀那早上的时候还要去送你呢 怎么送啊 早上六点 看这个猫又开始吃了 一直吃 我在干什么呢 我用橄榄油煎这个 我老公烤了这个面包 给他煎一点 留着明天的沙拉里头吃 这是我老公吃的沙拉 然后呢 再洗一点小番茄 然后还有一个鸡蛋 再放一个火腿 再放一点这个面包 煎出来的 是不是很美味